利普罗可以水培也可以土培 水培利普罗生根之后 咱们可以把它固定一下 这棚是水培生根后的利普罗 我用的是彩桃粒把它固定 使用彩桃粒固固定的方法非常简单 今天就和你们分享一下操作方法 首先找一个合适的水培容器 像这种容器最适合水培花卉用 首先把水培生根的利普罗 放到水培容器中间 然后再把这彩色的桃粒 放到水培容器中 可以起到固定根系的作用 选择这种彩桃粒 它的观赏性很高 用来水培的话还不容易生成 最好选用这种小颗粒的桃粒 颗粒不需要太大 土培的利普罗如果养活不当 浇水过渡它最容易黄叶 使用水培养殖利普罗 就可以解决老式黄叶的问题 只要保持水质清洁 定期给它加点营养液 它的叶片一连四季都可以油滤 而且就光泽 加水的时候不用加的太满 水培利普罗养殖方法 尽量把它放到通风好的地方 尽量别强光直射 水培养活起来比土培养殖要简单 还很干净清爽 这是我水培养殖的发财数 叶片长得非常犹豫 如果离土培养殖利普罗养不好的话 可以选择水培 水培养活起来更简单 有喜欢养活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一下 谢谢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水培养殖利普罗养殖利普罗养殖利桂利普罗养殖利普罗养殖利快给妥瑞并殖利射葫养殖利沙